大家好,这里是山野美食 蔬菜是我们顿顿不能少的食物 尤其是秋天大量蔬菜上市,又嫩又好吃 但是你知道吗? 有四种蔬菜是必须超水了才能吃的 逐渐炒得吃的话,轻者引起身体不适 重者可能引起食物中毒 到底是哪四种蔬菜呢? 看完视频赶紧叮嘱家人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蔬菜就是菠菜 因为菠菜中富含草酸,是绿叶菜中草酸含量最高的 每200克菠菜大约就含有1500毫克草酸 而草酸在体内会以油力的钙粒子结合生成草酸钙结晶 不仅口感色色的,也容易影响钙的吸收 因此建议大家在吃菠菜时先焯水去除草酸 菠菜焯水一分钟左右即可 焯的时候可以加一些植物油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 第二种蔬菜就是空心菜 空心菜是水路凉稀植物,而且生长在气候比较温热的地方 特别是水中生长的空心菜 大量微生物细菌繁殖,附着在菜杆空心内部,很难清洗干净 这时候如果不焯水,简单的炒一下,那些微生物细菌很难被杀死 吃多的微生物和细菌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空心菜炒酸含量也很高,焯水能够有效的去除炒酸 空心菜炒水过后还能防止被炒黑,所以炒空心菜之前一定要记得先焯水哦 第三种蔬菜就是西兰花 西兰花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它是一大朵花,上面又不满密密麻麻的小花苞 这样结构的蔬菜一旦上面附着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细菌以及一些小虫子等 我们是比较难清洗干净的 而且菜能在种植过程中难免会喷洒农药 这样结构复杂的蔬菜想要清洗干净农药也比较难 所以在炒之前一定要记得先焯水 第四种蔬菜就是豆角 豆角在炒之前一定要记得先焯水防止中毒 因为豆角含有大量的炸酸和植物凝集素 这两种布置对肠胃联盟有较强的刺激作用 如果豆角处理不当,吃后可能会引起腹痛,耳心,耳朵,腹泻等 预防豆角中毒的主要方法是把豆角焯水并彻底煮熟后再食用 以上就是四种炒之前必须要焯水的蔬菜 看完这条视频不仅要记得叮嘱家人 也可以转发出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对生活有帮助的话 给我点击个小爱心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